大家好,我是小夕 今天要讲上网买东西好棒棒的故事 故事开始,小美和往常一样送丈夫出门上班 两人在道别时,还不停地秀恩爱 这一幕,刚好被隔壁的单身青年大壮看到了 看着小美和丈夫秀恩爱的样子,大壮心里一万个exo 但是也不敢说什么 回到家,大壮一脸感慨 想着自己年近40岁了还是单身,非常伤心 浓浓的气氛下,促使大壮情不自禁地打开小黄叶 想要释放一下自己的负能量 看着看着一条学习催眠术的广告,弹了出来 大壮思索了一下下后,就决定深入地研究学习 然后在几天的不辞努力后 大壮终于掌握了催眠术的入门法则 接着,大壮就来到隔壁敲门 没错,他想到找小美做个实验 小美开门一看,哦,是你啊 接着他就问大壮来干嘛 大壮默默不语,只是拿出了催眠的道具 便对小美开启了催眠大法 就这样小美成功地进入了催眠状态 然后大壮就开始对小美进行生物教学模式 隔天,丈夫下班回家 他发现大壮也在家里 于是就问小美是怎么一回事 还在催眠状态的小美则回答 自己其实和大壮是高中同学 所以今天特意请他过来辅导 已经生疏了许久的生物课 让丈夫不要见怪 看着小美那副语无伦次的样子 丈夫立刻问大壮 到底对小美做了什么 这时大壮不慌不忙 他只是再一次拿出了催眠道具 开始对丈夫进行催眠 就这样丈夫也进入了催眠模式 半年后,在大壮催眠术的帮助下 小美成功怀上了大壮的血脉 庆幸的是丈夫并不知道这事 而且还非常开心 故事结束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千万不要在单身狗面前秀恩爱 否则后果是很严重的